大家好,我是小灰,今天是头服,但是我们这非常的冷,我现在出来出是胳膊都有点起鸡皮疙瘩了, 这寡的风有点有个感觉有点像秋风的感觉,有那个感觉,可凉了,全国都越觉得咱这冷啊, 按说每年好像是水浮的时候,应该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从福田开始,就是说有点闷热那种感觉,超湿了还容易,但是就今年现在来说,就是冷,尤其像今天,就寡风,就是寡的这天,凉嗖嗖嗖的,就有点秋风那感觉了,这个圆的这样子长得还挺快呢, 圆的长得还挺的,但是你说就刚才去哈尔滨的朋友跟我聊了两句,哈尔滨的那个西红柿,人家都已经接下来了,咱们的这西红柿刚坐上过,确清确清的呢, 咱这山区嘛,山区海拔稍微高了点,完了它这个,在下四面环山,所以它这个,温度太低了,太冷了,光照时间稍微短了一点,如果大家要避暑的话,真的快来吧,你都得多穿,可以把裙衣袖裤拿来都可以,有感觉现在,是不是? 对啊,上风了,就摘一个樱桃去 到处都是活啊,那是个香瓜,我到底又拿,找了一下衣服,船上不清冷了,太凉了,来,快摘银头,我摘点了扣子, 这什么的天气怎么到这样呢? 嗯,那这樱桃可甜了,这是正好好时候,本来今年吧,应该酿了酒,但是我好像忘买酒取了,最忙活的一天, 我说不要了,它就是有病了,看不呢? 嗯,那就扒它,愣它,怕它在传染别的,你看看它这个,叶子这样的, 这一年一年的过得有多快,又开始踩樱桃了,嗯,嗯,这个樱桃可比那个大樱桃好,我感觉,那当然好多了,咱这是纯天然自然生长的,是吧? 你买的那个大樱桃,嗯,就是什么车里子或者什么的,我感觉那里头有好多都是要加,就是保鲜吧,要不保鲜的话,运输, 不过来,它就会烂掉的,是不是? 对,你这都真鲜的,很好吃,可甜了,其实在适量的范围内,吃可以加保鲜的,但是,还不如这个好吃,嗯,嗯, 对啥说不可以呢?因为吧,比方说我今天吃点大樱桃吃加保鲜的,完了再吃点,比方说那个,别的水果还是加保鲜的,这加点那加点就多了,不说那就是,你就好好吃, 嗯,真甜,这满树的樱桃吃不了啊,太多了,是,这满树的樱桃真的是太漂亮了,太好吃了,就不吃,看着都,都非常好, 这樱桃,这樱桃树砖也是,也不用打理,也不用管,万一一年十斤,十斤接,这樱桃能接好十斤,这都吃不过来啊, 见了,我也不走,我也不往盘子里摆了,都直接在嘴里头了, 这山茄子还有不少呢,这顶上,是不是,我跟你说哈,大多少山茄子都掉了,摘不过来了,咱俩, 我自己捡一个,吃几个山茄子,吃几个山茄子也挺好, 本来和大厨俩呢,是来采摘樱桃的,结果呢,就又变了, 山茄子成熟,再不采都行了,哎呦,我给你拍一个,你撞点来, 你们嘴唇要比擦口红多红啊,扛这手,山茄子, 山茄子,再不采摘的话,就都该掉到地下,就都可惜了了, 现在地下已经掉到好多好多了,我打出来要都采起来, 这个山茄子,这边可大可大的,可大可大的了, 你踩吧,你在那边,我在这边,咱俩踩, 滑了滑了又会走了,走吧,回家, 哎呦,我跟你说啊,咱俩现在上大棚里头,我看那瓜好像好一个, 哎呦,我看看去吧,那天看还好一个, 哎呦,天呐,哎呦,茄子倒一颗,哎呦,天呐,我看这茄子, 茄子,茄子煎那长的,有一个, 短的也不少, 短的也不少, 好, 我去吧,我看那个瓜了, 那瓜在啥位置呢, 应该好了吧, 这瓜都应该打尖去叉了, 哇,这个,这羊羊面, 好了,看, 我摸了,我摸了它软了,它有那个弹性了, 看这个大羊角蜜, 我站下来了, 好不好,我站下来, 要尝一下, 一生就生了, 看这个大羊角蜜, 挺好的, 头一次啊, 去年中羊角蜜呢, 在地下也不懂, 就都烂掉了, 对, 长这么大就都烂了, 我感觉还是有一点点生花, 哎呀, 你先管它生熟, 先吃一个, 吃到嘴的时候变耗了, 也吃了, 我看还有没有了, 问题是, 它没有, 这这么多羊, 就接那么一个啊, 怎么, 不知道啊, 我说给它, 给它早点弄下来, 完了,好像再接, 没有啊, 保证甜, 不甜蘸点蜂蜜, 西红柿有一点点蜂蜜啊,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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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串, 刚才我拌了一只, 那跟蝦啊, 这底下都得清了, 这个黄瓜不要了, 大黄瓜不要了, 这块明天有种人来豆角, 行, 不要了啊, 这黄瓜长得也倒挺好, 但外头的, 黄瓜已经成熟了, 这里就不要了, 你看这小蜂子, 还接那么低了肚子, 低了肚子, 低了肚子, 这小蜂子, 现在你看它, 都比人高了, 都,你看看, 是啊, 这个蜂子的品种, 也不倒是因为, 今年这蜂子, 这个小, 这个是串啊, 也不倒是品种好的事, 还是说地有肥的事, 它已经就是超过我了哈, 对, 你看它高度哈, 看你是正常, 这一棵柿子, 我感觉都能接, 最少能接五斤以上, 接了吧, 接了, 嗯, 哎, 这小串吃的时候, 是熟了的时候, 哎呀, 得老好吃的, 头一年种这种手, 这种小串, 剩果哈, 剩果哈, 剩果啊, 明天说开花五五的, 吃过来, 但是这样是, 嗯, 种两颗就够了, 挺好哈, 啊, 你看看哪, 这些多多啊, 你看看, 这, 这些羊上, 就是说, 这些做的这些果, 你看看, 你看这下边是果, 不要看花, 你看果, 看这果有多多, 嗯, 但是就是不红, 可真着急呀, 急坏了吧, 哈哈哈, 急死我了, 哎, 你这是没红啊, 这有红的, 发现了, 就是这个, 我都已经看到了, 但是那一串就红了那两个, 我舍不得拿下来, 哎呀, 早上攒着吧, 不拿, 不拿, 不拿就完了, 你先早上攒着吧, 哎呀, 先给浩月子攒着, 先尝一尝, 你先要收透出来, 收, 收透, 收不透, 先截一把馋, 这太多了, 是不是咱俩不会弄的事儿, 怎么接烂套了呢, 是啊, 这东倒西歪的, 你先别整那整蛇子, 先那么厉害, 倒着倒着吧, 现在都躺平, 对呀, 躺平吧, 之前那些植物真的都躺着, 毕竟了, 躺平躺平, 你看这个茄羊都躺着了, 那茄羊躺着可不行啊, 真的, 你赶紧密起来, 那个还有那个香瓜, 香瓜的话, 茄子是不是也是密, 那个汁差太多了, 得打呀, 那茄子要是密的话不行, 就那个, 蜜不行, 又窄两颗吧, 那你看这个香瓜蜜, 所以有躺着呢, 这个, 今年这个茄子吧, 和大春俩种的茄子就长了, 我都感觉今天都成虚无挂了, 你看那上面的这个茄子有多次, 上面分出叉来这一颗, 看看, 长这楼高, 就是这个茄子都得给那个, 就是, 今年和大春俩就是说这个菜, 总的来说, 大概就是个黄豆肥个的, 好像比较多的缘故吧, 这个茄子也开的, 这花了, 这楼多了, 这是一颗羊, 一颗茄子羊, 看, 就开这么楼的花, 这四个羊, 他直接出了, 插在这儿上, 这都没有时间整, 他说搞事, 现在这有时候看不住, 真看不住, 看不过来, 咋这, 人笨, 不说人笨, 啊, 对, 这颗西红柿都比大春高了, 你说他得接多少号子, 两三天不看的, 这就, 你看他这个镜有多粗, 这两天做的朋友一忙, 他就把他弄一下, 你说这些, 这些, 这些, 但是也打不过来, 其实, 这个果也做老多了, 不要以为, 这个镜有多粗, 你看这, 哎, 这个镜底下春都长根了, 怎么回事啊, 是啊, 这还长根了, 就这个镜上, 插在土里头就活了, 你看他这下边这果做了, 老多了, 这果做老多了, 除了这颗西红柿底下, 是啊, 做老多老多果, 他怎么说吃不过来了, 整不过来的, 不是吃不过来, 可是是吧, 这弄不过来了, 嗯, 也很多哈, 嗯, 这只要摩在网上买的大粉狮子, 大差不多了, 这棵是粉狮子啊, 都是粉狮子, 是啊, 那里开始生一股 这个记得多重 还行 看看 这都是不少 在展上不应该往上涨 在往上涨都没定 外面吃完之后 我想再重两颗 咱俩反正是 就是一点点总结经验 就是因为同一年 中大鹏经验还是不少 太少了没有经验 但是经验就也就总结出来了 现在这一片地都已经 什么都没有种 这块那个时候 种的是小菜地 这块是小菜地 现在就是已经剩下来了 但这小菜地这边 卤生了两颗 就是黑猩猩 就是我也就没有弄它 让它在这卤生 这就是那黑幽幽 说实话 这两边地都是中一颗姑娘 西颗姑娘 有拔啊不拔啊 你都不好意思拍 太乱了这里头 这颗是保留的地 灌开来种 种白苔 嗯 就种这里哈 对 行 哎那是棵什么呀 草啊 草 吓了一跳 我还以为是什么菜呢 这个 土豆白圆了 土豆白圆了 嗯 就这样它应该全洗出来 嗯 好 算了